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掰 好久不見啦 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個核彈有多麼多麼的可憐 好啦我覺得核彈還是可以給他打到後面去很大力沒有錯 只不過呢他的前面的壓力確實又更大了 但是呢你中間的失誤要再更少一點點才可以活的下去 簡單說啦 就我覺得跟官方說的一樣 就是讓他壓力變得更加的龐大 但是我覺得他不會因為就這樣就死就消失 他還是會是一個隊伍 只不過他前面的負擔真的變得有那麼一點點的誇張 要知道我們這一次呢對面用的是過熱月亮 交換跟賭博而已 就是一個標準正常情況下 我們用核彈隊打對面 基本上是穩贏的狀況 結果呢我現在打起來 我光要自己活下去就變得非常非常吃力了 何況假設我今天又在如果對面遇到一個流動的話 核彈是完完全全消失的 那我覺得現在這個情況核彈可能就比較不會出現 那如果核彈比較不會出現的話 很有可能就此流動也就比較不會那麼常有 那如果流動也不會那麼常有的話 會不會時間反而就起的頭呢 好啦這只是一個預估 因為畢竟啦還不知道實際上現在的世界是長什麼樣子 應該說你的世界是長什麼樣子 因為每個人遇到的狀況都不一樣 有可能這世界不管怎麼變 但是你就是瘋狂的遇到暗殺 那你都瘋狂遇到暗殺的話 你就是防暗殺的設備配好就好 你今天瘋狂遇到大力隊 那你就想辦法打大力隊 你今天遇到核彈 我不知道那個機率怎麼樣 因為我現在已經真的有那麼一點點少會遇到核彈了 而且我之前才剛PO完那個核彈地獄 核彈地獄盾 核盾獄而已 才想說我要來玩玩看而已 結果呢 馬上直接給他砍爛 那我今天玩的是核彈所啦 就是在標準一點 比較無腦 而且甚至這個隊伍是在 之前呢 連11等核彈都不用用 都可以打到非常後面的一個隊伍 但是現在玩起來呢 我個人覺得那個難度已經有那麼一點點的誇張 當然啦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的失誤太多的關係 導致 你看我這邊就被吼了一下 而且在第三回合這個時候呢 硬 可是非常非常的痛的 好啦 就當作是一個我操作不純熟的情況要造成的失誤啦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還是可以 只不過如果他前面有一些 可能就是對抗流動會變得更加的弱勢 然後對抗 其實對抗那個暗殺的話其實還好 所以其實整體而言就只有對抗流動而已嘛 然後只要錢控制的好 其實還是玩得起來啦 對啊 整體而言 那只是我這次玩的算是偏爛 邊聊天邊玩 然後邊感受嘛 對不對 然後感受起來就覺得怪怪的 那我現在可以看到我的SP只有426塊 我召喚一顆已經要390塊了 等於是我場上只有一顆的Code啊 然後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地獄可以多成這樣子呢 我現在的%數呢 是只有14% 可是我的地獄要給他合成合掉嗎 合上去是5星 就算5星的核彈也沒有任何的意義 不如就先給他繼續放著 反正場上的星數也招不滿 然後我們因為 我們是用著命在給他扛下去的 我們的鎖場上有一點多啦 但是等一下的王要怎麼辦呢 雖然說是艾王 欸 艾王的話我就慢慢來就好了 但是我現在要打艾王的話 還行 我有兩組二星隊嘛 你看如果這個時候沒有11等核彈的話 很有可能就這麼給他去了 我剛剛屍王呢 就已經給他賣血賣了一次了 好 正常的話呢 到第六回合 我的SP應該也已經到了無限多才對 就是很多啦 基本上已經不用擔心了 對面就只能等死了 可是現在呢 可以看到我們到第六回合 我召喚一顆490塊 我場上只有800多塊 現在來到1000多塊啊 是有變多一些些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不妙 而且我的地獄跟那個核彈都還沒有給他生滿 至少地獄跟核彈要生滿啦 鎖的話呢 是不用生滿的沒關係 但是初期生一下的話會省那麼一些些的錢 因為畢竟鎖在一開始的攻擊力非常非常的高 好 現在到第七回合 那對面的狀況呢 就是標準一般的樣子啊 然後對面已經弄出了一個七星的月亮了 不過他的七星月亮都沒有吃到七星的過熱啦 所以實際上其實也沒什麼差 對 反正他只要能夠打小兵就好了 然後七星月亮旁邊的過熱越多越好 欸 就是這樣 然後又吃到了 然後又點亮了 然後對面已經沒有關係了 只要定時的去點亮他的過熱就沒有任何問題了 而我這裡呢 我們現在到第八回合 有了 大概是到狂暴回合之後 我們的錢有稍微補上去了一些些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召花一顆到620塊 然後呢 小兵的 欸 錢的血 錢現在是有2500多塊 要知道現在還有燃燒 不過燃燒會用在場上嗎 我個人覺得也不太可能 因為燃燒真的是 除了打核彈跟打那個... 圓陣啊 圓陣或許還可以打一下 對啦 還有圓陣啊 該不會這一次核彈下去 圓陣就這麼給他出頭了吧 好了 現在到第九回合 來了一隻史萊姆 有一點尷尬 不過沒關係 我們的版面還OK 而且我現在也不能夠給他賣血 我們就慢慢的丟 慢慢的丟 我還有一個四星跟五星沒有 現在成長如果他成長不上去的話 我就要G了 還好成長有給他長上去 還算OK 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兩個五星的...鎖 欸 沒錯 給他合掉了 想說一個六星鎖在那邊就好了 雖然有吃到一個四星地獄啦 不過沒關係 現在四星地獄碰到應該就直接擠死了 雖然只有等級而已 不過這個速度 欸沒有 因為我現在開加速的關係 有那麼一點快 現在到第十回合對面的狀況 還沒有任何問題 而我這邊呢 只要確保我在王關之前有辦法把王秒掉 就沒有任何的問題了 好 那這個時候來了一個轉王 不要給他轉呢 其實有一點響啦 但是在這個回合數再給他轉的話 有一點賭命 我們今天就還是不要做這種事情 我們就是打穩一點 那我等下被轉的話 就可能是我忘記這個狀況了 反正我是邊看到底邊講什麼的 好 現在對面有四萬多塊 而我這裡呢只有六千八百塊 召喚一顆要七百八十塊 好啦 十二回合就來了一個狂暴王 狂暴是咱們的蛇王 那蛇王會有影響嗎 其實還好 而且蛇王的話有可能會幫我再補了一下SP 只要他召喚的是小王的話 我們要順便看他召喚的幾隻 那我們這裡其實可以看到 我這邊失誤就非常非常多了 正常情況下這邊只要丟一顆就好了 好 來了一個蛇王 我故意給他放了一隻 不過他只有多了一隻小王而已 而且他的位置其實也不是很好 而且他速度也是跟小微一樣快 那覺得還是比較好 我們就少丟一顆試一顆 好啦 如果這邊弄得好的話 應該是一回合可以丟一顆就好 但是我現在可以看到我已經丟得到第三顆了 對啊 其實我覺得是我失誤過大 那我今天長到後面 其實還是活得下去的 唯獨前面比較難啊 唯獨前面真的比較難回啊 只要你活到後面其實還是一樣的 然後你的失誤率要更低 不能夠像我現在這樣子隨心所欲了 等於是要非常的有紀律 現在要丟幾顆就丟幾顆 千萬不要多丟 因為SP變得非常非常的謹慎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有13000 召喚一顆是970塊 不能說少但是也不錯了 好 我們現在來了一個重力王 不過這個狀況其實有一點悲哀 我的骰子呢 我丟了一個五星的骰子 去打快殘血的王 我覺得有點奢侈 好啦 你看這邊下去 一波失誤 算是失誤吧 成長的失誤 然後就導致我的錢就少了一半 我的續戰力呢 就少非常非常多 而對面呢 現在還有6萬多塊錢 雖然說到第15回合 前面這邊只要遇到 魔術師跟 欸 不對 遇到轉王跟獅子的話 應該兩邊都會有點傷 但是我這邊呢 抗轉王跟魔術師的能力 應該還是有的 好啦 現在這邊呢 我雖然版面上很香對不對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 有欸 最後給我弄出了一顆4星的核彈 把它炸掉 欸 這個時候為什麼他沒有補血補到滿 他不是補血會補超過嗎 還是現在已經不會了 跟狂暴那邊還算了沒關係 好啦 現在到第160位可以看到 因為連續兩隻王的失誤 已經沒有任何救了 對 完完全全沒了 我們錢被消耗殆盡了 兩隻王的算是版面失誤吧 對 然後加上前面的招骰失誤 應該說是核骰打王失誤 應該一回合丟一顆就好了 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的錢 可是省下再多的錢 如果你成長失誤的話 到後面遇到這種情況 你還是只能倒下 所以我覺得 反正就是壓力變得很大 然後一些命運的機制會變得更嚴重 我覺得這樣子改下去 那其實不如核彈就跟一開始一樣就好了 我覺得他這種改法我會覺得有一點點小小無聊 不是想像中的好玩的感覺 你知道嗎 只是讓難度變難 而不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改變這顆骰子 讓他變得比較難以生存 而只是單純的去把這顆骰子強行下修 這個方式的話我會覺得有一點小失望 這個Renand Dice 希望可以加油一點點 OK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321 掰掰 121 121 221 12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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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21 322 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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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221 1 22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